哈囉大家好,我是小屁 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的雷電模擬器更新到3.59版 有許多觀眾是說,這次的更新是 讓天堂M在雷電最新版運行上面是非常的流暢 然後幀數也是非常的高 今天我就來做一下比較,我們就以 雷電3.59版跟我比較常用的Bluetag4 還有之前很火紅的MuMu模擬器 首先是MuMu模擬器的部分,我的設置是2核心 然後內存是4G 頻率、幀率設置也是到達了60 遊戲內的設定也是,環境是直接偏高全螢幕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龍之谷三叉路 這個人擠人的 地方看一下幀率如何,左上角它也有幀率顯示 OK,那我們就逛一下 可以看到的是,其實幀率就是一直維持在60左右 一直維持在60左右 OK,可以讓大家看一下,並且感受一下這個 畫面的一個流暢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光作管理員,它的效能的部分 效能的部分的話,可以看到是CPU它目前只用了13% 對,那 顯示卡的部分是 弄到了 55到60%左右 那記憶體的部分是4.4G 那就是28%左右 模擬器它還有一個設定是 可以開啟高幀率模式 那我們打開並重啟之後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吧 可以看到是它的平均的 呃 幀率大概是多了5張到10張左右 那但是它這個設定它是有寫說是適合於中高配備的電腦 所以你今天你如果你是用MuMu模擬器然後你電腦不錯的話 你可以把它打開 你可以把它打開 雷電模擬器最新版本3.59的測試 那設定我一樣是設定為2核心然後4G 其他的話都是 採取預設 採取預設 好,那遊戲的左上角也有幀數 那遊戲內的設定環境我也是偏高然後全螢幕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流暢度吧 其實可以看到是在雷電模擬器它的 嗯,幀數 在龍之谷三叉路這附近也是基本上都維持在60左右 那接下來看一下它效能 效能吃的部分是CPU是11% 記憶體的話是4.2% 那顯示卡的部分也是吃了近60% OK接下來我們來設定雷電模擬器為 開啟高幀率模式 設定幣重啟之後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幀率有什麼不一樣 可以看到是目前 鏡子不動的話可以到達80張 81張 那我們移動的時候呢,移動的時候也有個平均 平均的70 所以說這個高幀率模式的話跟木木比起來 是多了大概5到10張 小屁常用的模擬器 Bluetect4 那我們這個設定是 基本上 引擎的部分也是CPU核心數12 然後記憶體部分就是4G 幀數的話也是60 幀數的話也是60 但是 它這個Bluetect它沒有顯示幀數 它沒有像剛剛MuMu或雷電 左上角會顯示幀數 所以說 畫面流暢度可能需要 大家自行來判斷啦 自行來判斷啦 OK我就在這個龍之谷這邊 來走一下 工作管理員的效能部分可以看到是CPU是使用了大概 10%左右 10%到17%左右 然後記憶體部分是吃了5G 顯示卡部分一樣都是60% Bluetect它這邊還有一個模式叫做直播模式它是寫說火力提升 火力提升所以說我們打開來看看 打開來看看 那 一樣它也是沒有顯示幀數 所以說大家可能要看畫面自行來判斷 測試完以上三個模擬器之後得到的結論是雷電模擬器在最新版本3.59跑天堂M 看起來幀數是最高的 但是三款模擬器我是覺得 運行起來都算是蠻順暢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 三個模擬器都去嘗試看看 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或是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拜拜 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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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 icl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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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友 四ра EURO 以及一起奇�рон作合